第九题 12月8号 郑南带来了用铝箔纸包覆后 烤得香喷喷的烤鸡腿 雨溪带来了暖暖的蒸叉烧包 家住阳明山上的明威 带来辛苦煮了好久才熟的水煮玉米 焊点带来用金属圆柱滚动加热的热腾腾烤香肠 吃咸带来香甜软绵的云朵厚片 大家一起帮吃货姐小野庆生 关于蚊中各种食物的烹调方式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选项A说 关于1用铝箔纸包覆食物 应粗糙面朝内光滑面朝外 理论上粗糙面容易吸收辐射热 光滑容易反射辐射热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粗糙面朝外光滑面朝内 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关于2 蒸叉烧包时 叉烧包能熟是因为水蒸气只能以对流方式将热传给叉烧包 这个是错的 老师上课讲过 东西只要互相接触就可以用传导的方式再传热 所以水蒸气碰到叉烧包时 就可以用传导的方式把热传给叉烧包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关于3 在山上煮玉米不容易熟是因为沸点降低水不容易沸腾 这个是错的 山上气压比较低水的沸点会降低所以水会容易沸腾 但是他的热量会比较少所以东西不容易煮熟 这老师上课有讲过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猪 关于4 以金属原柱来烹调是利用金属导热块的特性 这个当然是对的 所以第9题问我们说 关于蚊中各种食物的烹调方式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关于4 以金属原柱来烹调是利用金属导热块的特性 请不吝点赞订阅